大家好,華記3月31日報導 今天跟大家講講市場最熱爆的 就是小米這部SUV7 這部車厲害了 現在已經在說賣了數十萬輛 首先講講這部車為何會賣得這麼好 我作為一個標準車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部車是絕對超值的 第一個角度 例如市場上頂級的車 林寶拉里我也有駕駛 這部小米的SUV7 絕對比林寶堅尼、絕對比法拉里 為何呢? 0至100公里,只需要2.79秒 它快到3秒都不需要 這是一級方程式車的速度 一級方程式 即是它的速度已經比超跑強 但它的智能系統 它是用手機和汽車結合家人車家 三個東西變成一個智能的高科技系統 就串連你的生活 再講,你駕駛車除了一塊高科技之外 它還有一個頂級的享受 它的車有25個喇叭 再有雷軍私人配送給你的藍牙 那些紀念品 又有彭球帽,又有小禮物 即使你買車是很窩心 那部車是215,900元 即是我當你是25萬港幣也不用 基本上你沒有任何藉口不買這部車 但為何我是買不到 因為它在香港沒有 我在大陸買,駕駛不到來香港 所以如果它在香港,我當然是買 我剛剛買了一部海豹 但海豹也沒有一個定位系統 即是這部車,這部Tesla 八年前我買的時候 它已經可以定到手機知道車去哪裡追蹤在哪裡 但比亞迪也沒有這個功能 因為它不是說走Tesla的Hi-Tec 但小米是贏了蘋果 蘋果也說想出車 但因為你見到恆大做電動車都倒閉了 你猜這麼容易做電動車 但小米說得出做得到 居然小米是贏蘋果 它可以出現一部超值的車 215,900人民幣 它有一個這麼高科技的配套 我再說說這部車 其實我們買車都有觸覺 我已經知道這部車絕對會升值 我們知道車是有Depestation 通常一買車就會貶值 我們經常說你買一部林寶堅尼 你買一部法拉尼 你買一部新車一買回來一落地就不見了三成 但為何這部小米的SUV7 你現在看到最新的TVB新聞 現在有人加10萬 馬上買一部車 為甚麼呢 其實這就是Demand Supply 供應和需求的問題 很簡單一個道理 譬如有些人說買私人飛機 買私人飛機 他要做的時候要三年時間 譬如說你是一億買私人飛機 他現在有現貨 明天可以拿 你一億三都給他 給貴三成 即是很簡單 你現在去勞力試 去英王買標 你買一隻最新的Ditone 當然沒有貨 明年或後年有 你早買早享受 你便用炒價去買 所以你現在坊間有那麼多水貨標行 他就用炒價賣東西給你 然後你現在看到買這部小米 這部小米就等於你現在去 就算你去買林寶拉尼 去香港的車行 他未必有現貨給你 他給你現貨 就可能是之前的車主買了不要 但他可能要加錢 這些就叫車花 樓是一樣的 為何那些人這麼喜歡買樓花呢 因為期望去到現樓的人會升 傳統的觀念 現在不是 樓就不是這樣說 你這幾年買樓花都要輸 但問題就是 這部小米 我敢說 他這個價錢 215,900元 如果用成本來說 他一定無法遮蓋成本 大家想想 我八年前買這部Tesla 都要80萬 但我八年前買這部Tesla 馬斯克已經說是買一架洩一架 賣一架洩一架 為甚麼呢 因為他前期開發時 用了很多科研的費用 如果你的量不夠大 他無法遮蓋到科研的費用 況且現在我駕駛第一代這部Tesla 是用鋁合金 現在你的飛機不會生售 現在第一代Model S是用鋁合金 車殼不會生售 所以他成本是很高的 但我絕對相信他不會用鋁合金 因為成本太高 但他215,900元 是很薄水 但他可以立即套賭 如果現在小米汽車有幾十萬的訂單 你乘回215,900元 你就看看他有多少的貨幣 可以讓他立即出車 你看到他第一批車是4月 但我相信他第一批車沒完後 他造車也可能要等一年半載 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電動車在內地競爭很激烈 但如果在全世界來說 我夠膽說 小米這部SUV7已經是橫掃全世界 只是附近日本的豐田 用這個價錢 你基本上已經是砍下整個豐田車的系列 如果用一個價錢去對比它的功能 它有很多功能 但我想讓大家知道這部車是超值的 你問他何時來香港呢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覺得在中國的造車事業上 這部車是將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捏點 已經是領導全球 又看到小米這部車是很厲害的 他現在看到在蔚來 或者比亞迪 或者理想 全部創辦人一起去支持雷軍 其實他們一定是有些東西 是將利益平衡 才所有 原先第一代比亞迪都出來支持小米汽車 其實他們一定會有一個市場共識 以及一個平衡利益 做生意都是要圓滑的 所以在這裏來說 我自己覺得 這是我們中國的造車業上 是一個突破 以這個價錢和勝霸來說 已經是贏了 大家看看這個小米SUV7 是何時會登陸香港 一登陸香港 一定會賣爆 好 直播再說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好 我是華記 好消息 接下來4月13日和14日 我們在半島酒店 有個投資大阪民宿的廣告 我們在去年有個世紀陽光大廈 火速受慶 今年我們有一個全新的項目 加入了一個創新的元素 就是在大阪住民宿 都可以加入風呂 我們有一個室內的風呂浴 以及有一個戶外的風呂浴 而這個風呂浴 是對著我們大阪的地標 杜頓骨 從我們的大廈走過去 大概步行距離是4至5分鐘左右 非常之方便 它的英文名叫做Landmark Sunshine Tower 顧名思義 地標 去深齋橋 蘭波 杜頓骨 都非常之方便 除了頂層有個風呂浴之外 我們在下面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就是有地鋪 有5間不同的地鋪 有cafe 有腳底按摩 有美容 有美甲 還有24小時的網紅直播室 歡迎世界各地的網紅 來入住和直播 我們側近的這個 就是世紀陽光大廈 現在已經起到一半了 很快 中間就是櫻花陽光大廈 而我身後這個就是大阪的陽光大廈 順眾要求 除了星期六日 4月13號和14號 我們會有兩天的大阪民宿投資講座 很多網友想晚上來 我們再加一場 4月13號晚上7時 在半島酒店的六樓 歡迎大家WhatsApp報名 多謝 到時見 拜拜